你們兩個都是非常有默契的 已經在期待隔天的早上 或者是當天的夜晚 那我有幾個建議可以給你們 如果你們已經有期待 或是你們已經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事情 哈囉大家好 我是許蘭芳 歡迎來到可樂研究社 你的兩性知識專賣店 又來到我們的可樂香檀 今天要談什麼呢 你們有沒有發現 今天的背景跟平時不太一樣 因為我平常其實有時候 都會因為開會出國 那因為疫情我已經一兩年沒有出國 那其實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日本 然後愛愛叫 愛愛叫 愛愛叫 所以我們可樂的營業長就 帶我來到台北的日本 來個假的旅遊 那因為他的好意所以 我們要拍片 嘿嘿 那這裡呢 就是很日本 你會忘記你在哪裡 重點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他的馬桶都有免治 你在日本看到什麼 就是在這邊看到一模一樣就對了 今天我們可樂向他談什麼呢 就是怎麼樣增進情緒之餘 不能做的五件事 其中一個增進情緒的 就是換場所 那換場所 你不一定要去Motel啊Hotel 你可以去一些有 異國風情的飯店 這個地方在市中心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第一個不能做的事情呢 就是滑手機 這個其實真的蠻多人很在意 其實我自己也會在意 但是有時候會情不自禁的 掉到網路的世界裡面 如果你在跟你的伴侶約會的時候 你必須有意識的把自己拉出來 或者是你在約會之前 就得先把你的手邊的工作 先搞一段落 好好的跟你的伴侶去約會啊 相處等等 因為我真的有發現很多人的約會已經是 身在心不在 心還是在網路世界裡面 其實這樣子還蠻浪費兩個人的時間 而且兩個人的感情 也會因此被消耗掉 那我覺得其實你們可以試著 把自己從那個元宇宙 從網路的世界拉出來 體驗真實的 這個現實世界的當下 還有你跟你的伴侶的互動啊 言語啊 聊天等等的 你會感受到那個真實跟我們平常在網路上面會不一樣 已經在網路生活太久了 會有一種原來我的生活這麼好的那種感覺 第二個不能做的事情是愛抱怨 如果兩個人相愛 我覺得不管其中一個做任何事情 帶你去玩也好 帶你去吃飯也好 計畫旅遊也好 應該說你們要看到的是對方的心意 而不是在對方計畫 比如說帶你去吃飯的時候 還說這不好吃 那不好吃 那個氣氛不好 那個什麼什麼不好 我不是說你們不能嫌 但是不要因為這個嫌 或這個抱怨 而影響了兩個人當時的氣氛 因為你們要想 對方會精心的準備這個計畫 就是為了讓你們兩個人的感情加溫 但是你們卻為了這個計畫的好跟壞 破壞了你們兩個人的感情 那其實有一點本末導致 所以我覺得不管那個計畫 你滿不滿意你喜不喜歡 其實你只要想到 這個是對方用心為我設計的一個約會 跟我相處的計畫 其實你想到這邊 不管你當下的不開心 或者是對那個場所 那個吃飯的地方或是什麼 我覺得你只要想到對方的那個心 你會多的是更多感動甚於抱怨 第三個呢 就是把對方當ATM 其實這個跟要不要A字有點像 其實很多人會問我說 到底男女要不要A字 或伴侶之前要A字 我其實沒有答案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的個性不一樣 但是我想要講的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不管男生女生 我們不能主動覺得 他為我付錢是應該的 但是他如果今天請我吃飯 或他買了禮物給我 或他付了什麼錢 我們要做的是感恩 但是他沒有這樣子做 反而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本來就不應該讓別人 為我們的吃喝玩樂付錢 這是我自己的理論 每個人都有能力工作 沒有伴侶的時候 我們也是自己講自己 不應該有伴侶的時候 我們就要期望 他就要負責我所有的吃喝玩樂 不管是誰都會有一點不太公平 如果這件事情轉嫁到你身上 你也不太舒服 但是如果你是那個付錢的當事人 你舒服 你快樂 你開心付 那當然沒有話說 那是你的事情 只是被接受的那個人 我覺得那個心態只要調整 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欸為什麼這個他上次幫我付錢 這次沒有付 是不是他怎麼樣不愛我 還是什麼什麼 這想很多 應該是說 世界上我覺得沒有什麼 理所當然的事情 對方為你付出 我們感恩 但是對方如果他沒有這樣子做 我們不用覺得有什麼異樣 因為我們也有能力可以自己這樣做 我覺得這樣子在兩性關係中的 平衡會比較好 不會失衡 好所以我的建議呢 互動舒服就好了 可是啊我覺得 如果一直都是一方 一味的一直付出 一直付出 一直付出 其中一方 都是一直接受 一直接受 其實這樣的模式 久了 很容易變成習慣 那就會變成理所當然 有時候 比如說對方 剛好在找零錢找不到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候 你就付一下 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有時候付錢不是說 欸這個你付 那個我付 然後這個你付三分之一 我付三分之的等等的 是那種 兩個人一起出遊 那今天你方便 欸你有大超 你可以先付 欸這個地方小吃 欸我有小超過零錢 那我付沒有關係 是這樣子的心態 重點不是誰付錢多或少 而是我們兩個人 一起完成了這次的旅遊 再來第四個呢 衛生習慣差 其實之前呢 你們應該有聽過吧 就是如果你要確定 這個人能不能跟你 繼續走下去或過一輩子 旅遊 或是外出旅行 就可以大概看出來了 因為外出旅行 就會展現我們每一個人的私下狀態 譬如說兩個人住在一起 你們就會有 一起同居的感覺 那同居其實就會有很多私下的小地方 牙膏啊 牙刷啊 怎麼放啊 其實這個都很容易 因為很多衛生習慣不一樣 而爭吵 欸這個為什麼不弄好 那為什麼不弄好 其實我覺得 如果啦 你發現對方的衛生習慣跟你不一樣 你可以跟他溝通 那另外就是 衛生習慣很差的就是 譬如說你在床上吃東西 吃到床上都是 我自己是不能接受啦 但是如果你的伴侶 很難接受 而且跟你很樂在其中 你們很喜歡在 食物當中 睡覺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沒有不行 我只是說如果兩個人意見不一樣 其中一個人有潔癖 另外一個人非常髒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兩個人 都需要調整的 潔癖的呢 也要想是不是 自己太過龜毛 太髒的那個人呢 是要想說自己是不是 平衡太過懶惰 我覺得兩個人都靠彼此近一點 這樣關係會更好 第五個呢 我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 我平常最常跟大家說的 在性愛當中 要尊重對方的意願 然後請不要把性愛 跟愛不愛 畫上等號 因為有時候啊 開車的那個人 開了一整天的車很累 他其實回到飯店 他想要的是休息 但是另外一個人 因為很開心嘛 那到飯店就會覺得 啊今天晚上是 可能期待會有 翻雲覆雨啊 或是一個浪漫的晚餐 或浪漫的什麼 可是另外一個人就 睡著跟豬頭一樣 那那個 其他的人就會生氣 可是其實這個時候 我們要多想一點 因為這個人周車老頓 就回到我們剛剛第二個 就是 這個時候就是你抱怨的時候嘛 但是你要想一想 他 他因為你們的旅行 而費心 其實這個時候就可以少了一些怨氣跟怒氣 這個是如果是女生對男生 另外一個是男生對女生呢 很多人會覺得 他願意跟我出來住 是不是就代表他在暗示我 或者是他可以被上 不管是男生女生誰要上誰不要怎麼樣 我自己覺得不是說跟你出遊 就一定代表他要跟你上床 當然你可以用比例來說 大部分的人都會有這樣子的期待 那會因為不同的情況而改變 所以呢 我的建議還是一樣 不管你們多熟 或是第一次第二次 最好的 還是可以看一下對方的臉色 他如果真的累了 你可以用你們的方式問問他 或者是真的要睡了 那或者是用我們之間的方式暗示 或者是等到隔天早上起來 再表達你的需求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 重點是 當你想要對方不想要的時候 請不要生氣 也不要覺得他不重視我了 他不愛我了 所以才沒有對我有熱情 其實這個不應該畫上燈好 有時候心事跟心理的壓力 還有當下的身體狀態 還有周圍的情況都是有關係的 所以不要聯想太多 因為你們兩個都願意為了彼此出來了 那當然是愛的啦 沒有什麼其他第二個答案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旅行的過程當中 感情越來越好 少一點抱怨 多一點互相相處的時間 手機先暫時放旁邊 然後呢 兩個人都帶好自己的錢 我的爸爸有GGR 白付的就付 人家幫你付錢你就感恩 那沒有付錢就我們自己付也沒有關係 那再來 當然就是會不會很習慣 每個人都喜歡處在乾淨的環境 但是 我們至少不要是 那當然最後就是 尊重彼此的意願 除了在性愛方面 生活各方面其實都是要尊重彼此的意願 你一定要記得 不要用我們自己覺得好的方式愛對方 我們都忽略了 他真的需要這樣的愛嗎 那他不接受 我就覺得 他不愛我其實不是這樣子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要用 他想要的方式愛他 那他才會真的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你開心嗎 那剛剛講到尊重嘛 那假設你們兩個都是非常有默契的 已經在期待 隔天的早上 或者是當天的夜晚 那我有幾個建議可以給你們 如果你們已經有期待 或是你們已經知道 即將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第一個 指甲先剪好 剪好之後要記得磨順 然後皮膏挖一挖看有沒有流血 沒有流血 它再把你剪的OK 然後洗乾淨 那身體毛髮呀 或者是 如果你覺得對方會在意 或是你們很久近 這個都是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你就可以去整理一下 還有你人之間的一些小情緒 你知道你的男朋友 或你的女朋友 喜歡怎麼樣的情緒遊戲 或是情緒衣服的話 那就可以偷偷戴在身上 為晚上做準備 那還有就是我覺得 性愛裡面很重要的就是 除了兩個人的感情之外 真實的潤滑劑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很開心的時候 其實不見得 是會濕的 這是我之前講過的 信心滿不一致 所以呢 有潤滑劑的幫忙 可以更加速你們之間的性愛 達到高潮 那我這邊提供一些些 我之前嚴選有介紹過 給大家的商品 那現在他們有做小包裝 可以讓你們旅行袋藏著 也不會被發現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潤滑液 潤滑液我推薦有兩個 這個是玫瑰的那個粉紅色那一瓶的潤滑液 那這個呢就是馬卡的熱感熱滑液 那其實呢這兩個都會發熱 其實發熱在私密處 不管是男生私密處還是女生私密處 都對幫助高潮非常有用 那如果你要發熱的話 記得性愛情先塗在外面 讓他有時間發熱然後再做 這個一包一包的其實也蠻方便的 這個是我曾經有聽人家說過 用了這個他發現比較持久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有的話請告訴我 那這個呢會比較容易高潮 我覺得其實每個人的感覺都不一樣 那這個很小瓶很可愛 乃龜的香味 那這個是沒有味道的 那這個就是你們可以感受看看囉 那另外如果要口膠的人 不要帶果醬亂塗 那個Planjoey的果膠液 把它做成旅行包 所以你就不用帶一罐在那邊擠擠擠擠擠擠 不要再留下來了 你要選桃子還是選草莓 你就是擠在你想要舔的地方 那其實男生有說過 女伴用舔這個的感覺 跟平常沒有用口膠液的 口膠的感覺其實是不一樣的 你們可以自己去體會 你們之間的不一樣 那這個口膠液隨身包 還有這個馬卡潤滑液的隨身包 跟這個小罐的玫瑰潤滑液 我都蠻推薦的 另外假設女生不想要 或男生不想要用潤滑液 覺得那個會中斷情緒 或覺得還是很害羞的話 還記得我們的隱形膠囊嗎 女生就可以在事前 先把膠囊塞到陰陰道裡面去 現在冬天了 請等10分鐘 你會感覺到有熱熱的東西流出來的時候 就代表可以開始了 那這個時候呢 男生也去噴PJ1好了 兩個人一起等 時間剛剛好 也不會有誰等誰啊 還需要怎麼拖時間啊 一個塞一個噴 我覺得還蠻好的 請大家跟我分享你們的性愛經驗 很多人在諮詢 或是使用產品之後 跟我分享他們的成功經驗 我會覺得蠻開心的 那希望大家在這些產品的輔助之下 你們的性愛可以更好 請記得我說過的情趣用具跟情趣玩具 並不是用在不好的人身上 而是用在已經會做愛 已經懂得享受做愛的人身上 因為你不享受心愛的人 你連做愛都不想做了 那怎麼可能會用情趣用品呢 那祝你們幸福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人 記得按讚、分享、留言、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要去泡湯囉 拜拜